你知道泰森被对手嘲讽后有多猛吗 他是拳击了一台最不该惹的人 虽然在赛前嘴上不说 但他会在比赛的过程中 用那双粗暴的双拳回敬对手 论制裁对手的手段 泰森说第二 没人敢说第一 今天这期影片 大师也就会带你欣赏 那些年不知天高地厚 赛前嘲讽泰森的赶死队 最后一位赛前嘲讽的效果拉满 却在和泰森过招之后 直接放弃了比赛 带着小姨子当场跑路 话不多说 今天就和大家盘一盘 泰森遇到那些不知死活的对手 第一位小可爱叫做萨瓦雷斯 196公分的身高 203公分的臂展 他是当年重量级拳弹 排了上号的白人拳手 所以也被拳臂称为白人的希望 职业生涯战绩46胜7辅 口无遮懒的萨瓦雷斯 在赛前把泰森的家人骂了个遍 而此时的泰森已经34岁 算是步入到职业生涯的末期 老虎虽然老了 但他毕竟是曾经的百兽之王 本着疏可忍 审不可忍的态度 泰森的老婆在赛前只说了一句话 打死他这个憋孙 于是得到特赦的泰森决定 在这场比赛中 大杀特杀 一开局 泰森直接开启了羚羊跳步 轻描淡血挥出了两拳 就直接把萨瓦雷斯击倒在地 起身后的萨瓦雷斯 依旧心有不甘 一边继续打着比赛 一边口吐芬芳 进行了魔法攻击 更要命的是 几头牛拉不住的泰森 直接把劝架的裁判甩在地上 也让现场一度陷入到混乱 由此可见 此时的泰森有多愤怒 第二位是大气完成的詹姆斯 史密斯 江湖绰号碎骨鸡 他与拳法凶狠立足于拳坛 20岁之前从来没有摸过拳套 服完兵役之后踏入拳坛 职业生涯有如开挂一般 直接打到了WBA重两级拳王 心高气傲的史密斯 甚至在赛前调戏泰森 你小子遇到我 只能是你这辈子倒霉 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实力 但却在比赛中被泰森的拳头 差点把额骨打碎 但是有一说一 史密斯虽然输掉了这场比赛 但他是历史上第一位 和泰森打满12回合的对手 也是第一位击倒泰森的男人 第三位是来自古巴的战士 拥有着钢铁下巴的巴里尔塔 身高198公分 眼神充满了杀气 你要说这家伙是吃人长大的 我都不会替他做任何的辩解 杀气起的眼神盯着泰森 仿佛他才是这个擂台的统治者 那双乌溜溜的黑眼睛 好像在说 今天不管是谁来都不好使 反正我是吃定泰森了 其实这位狠人还是有点东西的 虽然进攻比不上泰森 但却是一位合格的移动沙袋 被泰森足足轰了220拳 哼一声都算是我输了 随着泰森的击辅破坊 外加一记标志性的上勾拳 刚才灰太狼的眼神 也瞬间变成了喜羊羊 第四位狠人当属迈克尼利 都说能叫迈克的都是牛人 但此迈克非比迈克 如果德文社招说相声的 这位迈克尼利绝对是个好角 而酒精沙场的老将泰森 看他的表情 好像在看小学生 一开场迈克尼利的猛扑 但是上一秒有多激进 下一秒就会有多悲催 出声牛度不怕虎 迈克尼利再次发动了进攻 但泰森的铁拳 其中他如此放肆 平摆上钩结束战斗 裁判及时终止了比赛 这日泰森出于后的首秀 拳法犀利 风范依旧 朝泰森吐口水 嘲讽泰森是个小屁孩 这一战是泰森的成名之战 也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场冠军战 在赛前的对视环节 伯比克更是上下打量了泰森 完全没有把年轻的泰森放在眼里 但泰森今晚的任务 就是来这里当老大的 也不管你这个冠军 那个拳王的 直接给你塞一颗暗面药 就完事了 首回合了比赛 泰森后支前板一顿输出 伯比克险些被打飞出了一台 但煮熟了鸭子 只剩下嘴硬 回合结束时 伯比克竟然羞辱起泰森 看到这里只能说一句 刚才泰森还是打得太轻 第二回合 泰森直接踩烂了油门 数不尽的重拳 犹如磕磕炮弹 势不可挡 猛虎般的进攻 直接放倒了伯比克 伯比克不服 起身再战 可此时的伯比克 早已经蒙圈 根本无法阻挡泰森的猛攻 最终还是败给了 泰森的招牌勾拳 重两级的冠军腰带 在泰森的眼里 唾手可得 下一位拉里霍姆斯 他和泰森无怨无仇 但是有一件事 让泰森多年无法释怀 他曾经和阿里的比赛中 拔掉了阿里的封刺 掰断了阿里的 蝴蝶翅膀 让电视机前的泰森 亲眼目睹了偶像 被眼前这位霍姆斯 所击败 让当时的泰森 感到无比难过 他也在心中立下了誓言 等我长大了 一定会为偶像阿里复仇 而这一等 就是整整的七年 这一晚 阿里来到了现场 并在泰森的耳边 说了一句 别忘了你的承诺 以赛一开始 复仇心切了泰森 势如破竹 尽管对手比自己 更高更强壮 但都无法阻挡 泰森复仇的火焰 面对如此凶狠的野兽 霍姆斯也只能游走 避其锋芒 最终在第七回合 霍姆斯的防守 彻底崩盘 再无法阻挡 泰森的凶残 泰森像一头饥饿的猛虎 蚕食着眼前 垂死的猎物 用其后手拳暴击 完成了当年 对阿里的承诺 七年了 你知道我这七年 是怎么过的吗 坐在观众席的阿里 看到这一幕很是欣慰 不仅是泰森替自己复仇 更重要的是 重两级的拳坛 后继有人 最后一场比赛 也是最有戏剧性的对决 他是来自波兰的坏小子 格洛塔 这家伙在拳坛可谓是 坏事做尽 掏得一手好鸟窝 也让很多对手 险心入宫 在拳坛的名声 也是一塌糊涂 如果拳坛评比四大恶人 我一定会替格洛塔 先报个名 目中无人的格洛塔 自然不会把泰森放在眼里 甚至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 直接不留情面的 嘲讽起泰森 而泰森则是面带微笑的表示 现在你可以随意的笑 但是等到这个周五 你可不要哭哦 这个阶段的泰森 已经是日薄西山状态不在 为了偿还欠下了债务 不得不在了一台 继续参加的比赛 但是中国有句老话 叫做受死了骆驼 比马大 首回合开始 泰森率先发起了进攻 虽然速度和反应 已经不比当年 但多年积累下的经验 依旧在线 他不断的通过摇闪 来躲掉格洛塔的出拳 首回合快要结束时 泰森前手干扰 后手中炮 这一拳直接将格洛塔 打坐在地 泰森都不屑于多看他一眼 直接潇洒的转身 回到了边生 第二回合开始 早点收钱回家的渴望 也让泰森的攻势越来越猛 另一方面 也是防止格洛塔这家伙 最后逼急了 用出猴子偷逃 随着一拳进一拳 不断的砸向格洛塔的面目 格洛塔也逐渐放慢了速度 但当回合休息期间 场上的状况 却一变突生 格洛塔不顾教练团队的反对 本着你行你上的态度 义无反顾的 放弃了这场比赛 现场的所有观众 一片虚声 我们真金白银的买票 你就给我们看这个 格洛塔顶着观众的 矿圈水平 在人群的骂声中 离开了立台 当然随着人们的不解 真相也在赛后得到了曝光 格洛塔的第三回合之前 骨折和锥肩盘突出 甚至还有轻微的脑震荡 如果再继续进行比赛 很有可能直接横死了一台 如果换作是你 名誉和保命该怎么选 其实这场比赛 也是泰森职业生涯 唯一一场 在西国大 后参战 所以最终 这场比赛也被判为无结果 以上的七场经典比赛 就是赛前嘲讽泰森的后果 报复对手的手段 泰森说第二 还真没有人敢说第一 好了 感谢观看本期格斗大视野 也欢迎在留言区 聊聊你的看法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